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让歌手在这一平米的空间内回归音乐本身 还原最初感动 今天做客我们一平米的嘉宾是谁 相信大家已经万分期待了 没猜到的观众朋友们 我来给大家提示一下 北民有鱼 其名为坤 没错 就是我们拥有治愈身陷 可爱帅气的黄坤同学 欢迎坤坤 现实投票已经开启 点击屏幕右上角小图标 想看黄坤哪种风格的表演 有你决定 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投票结果 解锁黄坤特别表演 好了 废话不多说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黄坤 静静享受这两首略显伤感的情歌《淡水鱼》和《躲在被窝里呼吸》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 在沉浸于坤哥美妙的歌声的同时 记得参与线上时时互动 说出你的心声 好了 那我们把舞台交给黄坤和他的音乐吧 我们把舞台交给黄坤 你留我伤的思绪 你说有一座岛屿 那天起我自己决定 你说这繁华四季 那就是你走的原因 你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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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你 却不再见你的痕迹 不断朝着你的频率 用尽力全力 狂奔去 狂奔去 你说有一座岛屿 你说有一座岛屿 那天起我自己决定 你说这繁华四季 那就是你走的原因 你走的原因 你走的原因 你走得愿意 吼掉的氧气 总是不停前行 在你的大海里 不会存在我的秘密 风飞浪静 阴天的你 学别再见你的痕迹 在入海口看着你的背影迷去 海浪和空气 总是相伪相依 在你的世界里 不会收到我的消息 风飞浪静 晴天笑你 却等不到那片超级 不断照着你的秘密 用尽全力 狂奔去 我的大海里 不会存在我的秘密 不必要紧一天 用你却会再见到 你的痕迹 海浪和空气 总是在相优的相遇 我懂事 这你不能收到的消息 我愿意 每天让我确认不到你 爱是分不清 你离开的原因 不断照着你的 平律 不小 D 我愿意 不拢得来 你开心 不快点 谢谢 谢谢 接下来第二首歌 躲在被窝里呼吸 欢迎空空 没有阳光 的夜里 安静的那么合理 电台里的频率 还是那么 琢磨不清 哪有止于 共同体 躲在被窝里 呼吸 怎么释放情绪 要是可以传导给你 我知道鱼儿在水里前夕 就不能停 如果你感觉累了 就带你去找 最后那一座小岛 说着你的近况吧 趁我挂掩盖了吧 就算了吧 找到期待了吗 传个箭讯给我吧 他们还笑话你吧 就忘了吧 难道还不懂吗 还是忘不了他吧 就后电话他接了吗 说出了吗 还是好想你啊 是针头的满血吧 你想依旧遥远吗 长大了吧 你变成了想要的样子吗 你变成了想要的样子吗 你别说我想要的游戏 没有月光的夜里 好像海鸟的声音 今夜在梦里 你是否也可以飞呢 哇 真太好听了 这两首歌都收录在黄坤 去年七月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 我得了一种病叫于衷 纯净的声线与抓耳的旋律缠绕在一起 向人们诉说了一场已经注定结局的故事 欢迎今天的一平米歌手黄坤 快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黄坤 好久不见 欢迎坤坤 刚才这两首歌 我感觉其实跟我大部分时间接触到的黄坤不太一样 平时可能大家一起玩时 你给人的印象是那种幽默男孩 挺有分趣的那种 但是这两首歌让我看到了更多面 也更细腻的你 然后呢 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想采访一下 好好回答啊 好好提问哦 不要问一些不能说的问题 好的好的 好 第一个问题啊 会经常有人用阳光少年或治愈系这种字眼形容你吗 阳光好像比较少 但是治愈系还蛮多的 治愈系蛮多的 对 治愈系少年哦 我觉得阳光应该也挺多的吧 我觉得我的性格里面 有就是 就是像白天和夜晚一样 就是有阳光的一面 也有比较 忧郁的一面啊 对 就像我 像我写的歌 其实我觉得 有两种 一般都有两种感觉 给人有一种就是很治愈 比较甜 比较温暖的 然后有一种就是 可能比较忧郁 比较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听的 好 那你听到这些 感觉如何呢 听到哪些啊 听到这些 就是评价呀 你是治愈系啊 或者是阳光少年 你听到这些 大家对你的形容 你是什么感觉的 我很开心啊 很开心 对啊 说的很对啊 就是我啊 你想不要听听 我觉得你是个什么样子 你 我觉得你是个少年感十足的人 从你的歌曲作品里面 我就 我是你的粉丝啊 首先我要向你说明 我是你的粉丝 我是你的头发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是你的才华粉 还是你的眼粉 嗯 反正我就是你的粉丝了 不是因为今天就有镜头 才这么说吧 你平时好像 真的真的分明 真的是你的 哦 如果你有听我的歌 我知道 对啊 我肯定听你的 好听吧 肯定要支持呀 很好听的 很好听的 好 下一个问题 你有想过跳出这种少年感 阳光少年 或者是治愈系的这种形象吗 嗯 有啦 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太希望 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条条框框 嗯 我喜欢就是有一些不确定的感觉 有一些期待 所以其实我一直不会给自己设限 对 对 就像我接下来的一首新歌 其实就会尝试 嗯 有点 摇滚的风格 摇滚风格 对 下个月 下个月会 我很期待能不能把demo 偷偷发给我听一下 可以啊 可以 等等给你听 真的说定了 好 发给我 发给我听一下 好好好 给你听 好 那我先提前 预定一下 预定一下 提前欣赏一下 嗯 你当时在写这种 写这张专辑的时候 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 创作的呢 有什么故事原型吗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故事原型 嗯 我第一张专辑 我得一种病叫鱼 写的时候是 自己的一种 比较 当时自己是一个 觉得像是一只淡水鱼 努力游向别民大海的淡水鱼 然后 但是为什么写淡水鱼这首歌呢 它是因为 我的一个 好朋友 他突然有一天 他失恋了 他找到我 跟我讲 他 谈了三年的女朋友 要跟他分手 就是 他 就是但是他非常爱 他 但却没有办法留住他 就像 在 生活在 湖 湖和河里的淡水鱼 它们也留不住 它们赖以生存的水 会流向大海 对 实际上这些淡水鱼它只能到入海口 它没有办法穿过那个屏障进入大海里 对 所以 也是因为他的故事让我写了淡水鱼这首歌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们哪首作品吗 哪首 你第一次给我唱的一首你自己写的歌 你还记得是哪首吗 在哪里 在比赛期间 在宿舍 嗯 我第一次给你唱的歌 得了一种冰淇淋语啊 啊 等会儿给大家表演一下啊 可以 这是我特别喜欢那首歌 当时我还吐槽了你的题目 还记不记得 记得 你说 这是什么扯淡的歌名啊 是 当时我是没get到 后面 一下子就get 后悔了吧 后悔了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 有点奇怪 我们看到你在创作中 承包大量专辑的作词作曲 唱作人 就是作词作曲都是自己写的 你觉得黄坤式的情歌 是什么样的风格 黄坤式的情歌 你会担心大家说 你的作词作曲 城市化吗 其实我觉得 让一个音乐人 去给自己的风格 做一个定义 其实还蛮难的 对 我觉得 但是很多 就是我会听到 大家对我的音乐的评价 就是比较温暖 比较治愈 比较甜戏的这样子的 然后 然后旋律可能会比较日系 会有些这样的评价 然后 关于城市化的问题 其实 我觉得 我不会考虑这个 因为我目前觉得 一首好的作品 在我的一个想法里面 一首好的作品 它需要有两点 一点是 就是它有真情实感的流入 就是我必须要有它的内核 我要表达我真实的想法 和我真实的感情的情绪 然后能够传递给听众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 它是好听的 对 它是好听的 能够打动别人的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的一个 创作的标准 对 就是我自己 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如果 我写完一首歌 我能够在发行以后 在上线以后 我自己在耳机里 我自己会去循环它 我会很喜欢它 我就觉得 它是我 我觉得好的一首歌 我不需要 不需要太多 可能 来自于 我不用太在意的评价 对 我觉得做音乐 首先自己要很喜欢 自己 对 因为它是一个 自己的东西 对 其实 我作为朋友的角度 去评价你写的歌 我作为你的一个才华粉 评论一下 评价一下 好 说真心话 其实我觉得你写的作品 我从刚开始听到的时候 我说 这种风格 就是 我一听到那种类似旋律 就是你写的歌 我一听我就知道 上面就 感觉扣上了 黄坤的印章一样 就是 我觉得你写的歌 很有你 独特的歌人风格 然后我曾经也请教你个问题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了 就是在棚里录歌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是当时是这样回答我的 你说 我当时 刚开始录歌的时候 我在棚里一路 能录五六个小时 就很长时间 很夸张 很长时间 你说你特别在意 每一句的音准节奏 每一句的完美性 但是你后面告诉我说 我觉得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因为觉得录歌的时候 情绪的饱满 是情绪感情是更多的 更重要的东西 后面我听到你这个也是 受益匪浅 get到了 学到了新东西感觉 对 其实我以前觉得 就是在音乐上面啊 就是技巧很重要 然后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 情绪是更重要 因为它是能够真正的打动到 对面的人 所以特别是在录音的时候 其实我以前会很在意 每个咬字是不是咬准了 每个音准 然后包括每个节奏 有没有卡准 然后会导致我会非常纠结每一个字 然后会 就叫磨捧 就是专业就叫磨捧 就在朋友一直磨 磨到我的那个 兼唱老师都已经都要暴走 怎么还没有玩 所以 所以后来我发现 这样唱出来的歌是没有灵魂的 就它你每个字都很 字正腔圆 每个字都很 音准很准 节奏卡很死 但是你就像一个工业标准 之下出来的东西 它是没有灵魂的 所以后来我就 就是尽量让自己舍弃这些 已有的观念 然后让自己投入到情绪里面 唱歌的时候 其实在录音棚的时候 脑子里是一定要有故事画面感 一定是带着情绪去唱的 然后如果说 这一句哪怕说我走音了 哪怕说我没唱准 哪怕是有一些 气息不稳定 但如果说它是 就是含着 能让感受到情绪的 我觉得就OK了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爱好音乐热爱唱歌 再加上接你的朋友这个身份 你今天说的这些点我很能感觉到 而且我感同身受 感情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这张专辑以及刚才带来的两首歌曲 都或多或少的跟鱼联系到一起 为什么想用鱼这个概念呢 是自己加入了这种小巧思进去吗 对为什么用鱼呢 因为我的名字叫黄坤嘛 然后这个名字是我爷爷给我取的 是不是很有文化 是不是 然后这个名字就是 为什么我爷爷给我取这个名字呢 因为我爷爷觉得 他希望我像那个 坤是一种古代的大鱼嘛 在山海境里面 我知道我知道 对 对 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在海里自由自在 然后非常它非常无拘无束 它非常强大 然后它直到有一天 它会变成鹏 会飞上天 它希望我可以 像这些鲲鹏一样 展翅高飞 就是自由 对 所以我从小就是 大家都叫我 阿坤 黄鱼 就这些 就跟鱼有关的绰号 鱼哥 就你取的 我取的 对 所以其实 我不知不觉 就会 把 与这个意象 带入到自己的音乐里面 就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说 你想 我得一种 你看 如果我说 我得一种 我抓紧名字改成 我得一种 并叫健忘 就没有意思 对 所以我希望 就是它可以有一些意象 然后 不要那么直接的 让对方感觉到 它是有意思 它对这个作品 它是有看到的时候 会觉得 怎么怎么回事 这样你 你会觉得奇怪 对吧 你会觉得奇怪 但是你会想知道 它为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 我刚听到 刚听到这个 你这个专辑名字 和你那首歌的名字 我得了一种病 叫鱼的时候 我想 啊 鱼是一种病吗 就是 但是后面 细想之后 不但这个鱼 它很有你的个人风格 个人特点 而且也是一个 非常有想象力 我觉得能想到这一点 实属天才 下次帮你想专辑名字 好 下次一定要帮我想一个好的专辑名字 好 我的还是比较难想的 谢谢 帮我加一点 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个人风格特点 还是小巧思进去 交给你了 好好好 没问题 如今聚集这张专辑发布时间 已经超过一年了 这一年对你来说 应该意味着很多东西 带来很多改变 很多支持者听众 都是在这一时间了解 并喜欢上你的 现在你背负了这么多支持者的爱 再次献唱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 觉得更有力量 对 就以前的我 就是 就像我在 节目里有说过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歌 我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精力 去把我自己掏出来 写出来的歌 但只有我自己听 但是 这一年 带来给我的变化 就是我发现有很多 听众 对 我每次发一首歌 我会去评论区下面 看大家对这首歌的想法 有没有 单评论 对 有没有把这首歌的情感 传递给大家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是 可能大家给我的爱吧 就对我来说 它就是一种力量 所以让我更加坚定的 去做我想要做我的音乐 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觉得你写出来的歌 还是能获得一致好评的 很喜欢 淡水鱼我在家里 就是你自己 你写的歌 我在家里经常没事的时候 就经常放一放 听一听 享受一下 还是好听 不但羡慕你的才华 还羡慕你的身陷 没有吧 你唱个比我好啊 大Vocal 不要再骗人了 咱俩 半斤八两 六四凯吧 六四凯 谁六啊 你 好吧 可以啊 这可以 六四凯 可以可以 六八五五五 六四吧 六四 好好好 看来我们黄坤同学啊 在这张专辑上 的确是制作投入了很多很多心血 我也觉得你投入了很多心血 也希望屏幕前的大家 在黄坤的歌声中 不再故作坚强 而是卸下伪装 你自己妥协 我们即将迎来黄坤 为我们带来的第二个舞台 在那之前 我先来透露一个今晚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的小互动 那就是我们本场的心愿时刻 你的心愿我来实现 现在快来腾讯视频或微博一平米演唱会话题下 发布你对嘉宾的歌曲的期待 你的留言将有可能在待会儿一平米演唱会节目的直播现场 给翻盘实现哦 接下来我们就抛掉一些伤感的情绪 有请坤坤子带来第二首轻快活泼的歌曲 你们就那样喜欢 恋爱吗 有请坤坤 这首歌写在一个情人节 我一个人在历史的窗口 看着大街上的男男女女 连一只猫都有女朋友 爱 于是 我非常神奇地写了这首歌 歌的名字叫 你们就那么喜欢恋爱吗 买了一袋书片把它吃完 然后从四够往外看 街角的帽 摆着傲娇的姿态 好奇怪 竟然有一点可爱 嗯 原来是对面的她在等待 你们快离开我实现 恋爱的生物 真是个笑又淡脸 吃醋在意吵架 每天自尋烦恼 哎呀 不过都是 那多巴胆在错怪 你们真是傻的可爱呢 你为牵了手就温暖了吗 你为送的话就不会掉领吗 你为脚痕里吃了就不怕吗 你为牵了手就温暖了吗 穿着衬衫抱着吉他的少年 一出现便俘获了台下观众的芳心 说实话 我听黄坤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一直在旁边 哇 这首俏皮可爱的小歌 又把我们带回了那个耀眼的春天 正是好听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坤坤再次入座 哈喽 大家好 嗯 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还有问题啊 还有问题 那不要问太难的问题哦 不是很难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知不知道这首歌 你们就那样喜欢恋爱吗 已经变成了很多听众 栖息必点的歌曲之一 知道吗 真的吗 听这首歌的人应该都是单身吧 总之这首俏皮的小歌 我能听出来你感觉带一点生气啊 好像写的时候有点生气 但是听上去好像又没有一点都不生气的样子 我觉得哇 这首歌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啊 好寻奇 好喜欢 嗯 这首歌是这样的 它就是 它其实就是我在上节目之前 然后我们会每天都在练舞嘛 嗯嗯 然后那天是一个情人节 所有的工作人员 连舞蹈老师都不见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在练习室 是在那边练 然后练了练着突然 就是看到窗户外面大街上 来来往往都是一对一对的男女 对 情侣 然后我就买了一包薯片 因为平时有人在 有工作的人在他们不让我吃了 然后我就偷偷买一包薯片就在那边啃 然后一边啃一边就看了大街上 然后发现有一只猫 它就有一只猫 然后我觉得 啊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原来它也是单身 结果发现 就马路对面 原来是她的另一半 那他们就相聚到一起 当时我就非常生气地写这首歌 但是我又不希望 我又不希望 给大家带负面的情绪 你懂吧 所以我就用一种快乐的方式去诠释它 就是我想的是 如果说下一个情人节 就是有单身的人听到这首歌 他们会发现 我不是一个人在单身 就他们就也不会那么难过或者孤独 对 是想这样表达 所以一种方式来呈现 哎 可惜你那个时候不认识我 如果你认识我 你给我打一个电话 我就不是单身吗 不是 不是 你给我打一个电话 我陪你一起吃薯片 哎 早说了 陪你一起吃薯片 咱们边吃薯片边写歌 然后就变我们俩一起 就变咱们俩一起了 你一个人很孤独啊 如果加我一个 你看着街道上不但人也欺负你 连小猫小狗都欺负你 好约好今年情人节一起过 明年七夕今年情人节 我们就那样喜欢恋爱吗 不是啊 你们就那样喜欢 我们 你们就那样喜欢恋爱吗 好听好听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当时比赛的时候出舞台 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呢 你想给观众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其实我觉得比赛的气氛会特别紧张 你看你当时穿着一个将军服 你可不知道我当时做的有多直啊 你坐我后面 我印象很深 坐我后面一个穿着一个将军 威武霸气 你坐我邪右方我也记得印象很深 对啊 就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我们联络了三天吧 对然后之前也一直在纠结到底唱哪首歌 最后上台的前一刻我就想 既然大家都这么紧张 那我就活跃一下气氛 对我想跟大家不一样一点 所以最后就唱了这首歌 说实话我当时对你那首歌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就是黄冠唱那首歌的时候 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 就开始了是吧 休息一会吧 这么开心 大家都这么开心 我也休息一会吧 就一下子把气氛调节了 当时听到你这首歌也感觉蛮惊艳的 哇 这个小兄弟吉他弹的不错呀 改天跟他battle一下 我们俩吉他谁弹的好 六四 谁六 你六 没有其实你弹的好 说这个说实话 我不信 对 你不会是当着镜头的面 没有没有 我真的觉得吉他你弹的就好 真的 对 就是对一些 哎我们今天不能不能互吹啊 不能不能咱就是说公平公正六四 嗯好 你六我四 好 你六五四 下次等你 你的绿豆粉 下次等你演唱会的时候我给当主持人 说就变成你六了 都变成都变成我六了 对 好 ok 就这么说定啊 嗯刚才弹幕我看到弹幕一直在cue 没有 那我就替屏幕前的大家问黄坤一个问题 你写的很多歌就是都是情歌嘛 那种小情歌呀 清新的情歌那种 就是你在写这些歌的时候 脑海里有没有一个什么特定的形象 嗯 脑海里 会有啊 当然会有啦 就是 就是 怎么说呢 平时啊我们看电影啊 或者是身边朋友的故事啊 就是我会尝试把自己带入进去 带入场景啊 对带入一些场景 对啊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 对吧 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个人个人形象一个 带入 固定的形象到还好 就是我我一般是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氛围 氛围里面 你懂我意思吧 嗯 带入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场景里面 对 就是也根据身边的一些朋友啊 发生了一些事啊 对 啊 get到很能get到 嗯 你的理想心是什么 我的理想型哦 因为 因为我的性格是比较 可能会比较安静一点 对吧 对吧 就是 比较 偏往内一点 嗯 对 比较安静 偏内向 对 不是 所以我希望 希望的理想型应该是 比较阳光 比较活泼开朗的 对 就是 那种可以 嗯 在我可能 情绪不好的时候 给我带来快乐 可以带着我去看这个世界的那样的人 我 你 我呢 不太行吧 哈哈 开玩笑 嗯 一直有 就不会有变化吗 后面会不会有些什么变化呀 倒没有耶 一直都是喜欢 我平时朋友也是啊 我朋友 我的好朋友们都是一些 就是 我觉得人和人相处才挺奇妙的 就是大家都喜欢 我会发现大家都更喜欢互补 对 我发现我身边的好朋友 都是性格比较活泼开朗的 又有话直说了 然后我会 我是属于会 比较细腻一点嘛 嗯 比较敏感一点 所以 我觉得这样两种性格相处 会 我会很舒服 我会很喜欢跟直来直往的人相处 如果两个人都 比较不爱表达的话 那就 就很无聊呀 那你觉得 我是不是一个 嗯 跟你互补的一个活泼开朗 有话直来直去的 就是啊 很明显啊 话这么多 就当主持人最合适了 如果下次有机会 你来跟我当主持人 可以 就是 跟我相处 然后你就自己cue流程 好 自己cue流程 对 就自己说 现在人要唱歌 就跑到那边去 大家好 我唱一首歌 对 那你跟我相处舒服吧 舒服呀 我觉得今天这个访谈特别好 其实 有些小秘密我也是不知道的 啊 就是比如说 你的理想型呀 还有什么的 什么你写歌时候 带路的形象场景呀 这些小秘密 我还真的没有细仔细了解过啊 今天这个 所以我们交流还不够多 那今天 一般都是我在输出 你在接收嘛 对 因为 咱不是互补嘛 你是内向 我是外向 咱们以后 这样想办法 转换一下 你多给我输出一点 我就更多了解你 可以啊 好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好 当时参加比赛的动机是什么 自己在比赛期间 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或者是收获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动机啊 嗯 动机其实 嗯 我一开始的时候 参加比 参加比赛之前 就是觉得 自己是一个人嘛 对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呃 成长 和友情 还有听众 对 这三个我最最大的收获 而且我觉得这个收获是 在日常的生活中 是不可能 很难获得 对 对 成长和友情 这个很重要 就是 我也收获了很多非常棒 非常好的友情 而且 其实我也成长了很多 咱们 通过比赛一起认识的 咱们现在成为了 对 因为在这样比赛那样的一个 比较极致的环境里面 其实 我觉得大家能够 变成很好的朋友 就我觉得很难得 其实 嗯 然后大家也会更珍惜这样的感情 那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可以分享一下吗 在比赛期间 有趣的经历 嗯 我们俩 我们俩什么 你说吧 我能承受住 我们俩 是不是有一次 逃跑 逃跑失败 逃出 逃出比赛 对 有一天晚上 应该是两三点吧 我们俩睡不着 然后我们俩就 想去探险 回去探一下探险一下 对 然后我们就在 四处摸索 最终我们在 呃 穿过宿舍的 呃 卫生间的 游泳池的 旁边的 一个门 门里面的 一个井 负一层 而且他进 对他进去 他进去的 通道是那种 一个一个圆柱形 然后只能这样子 爬下去 就感觉跟下 下矿痛一样 对 然后里面就是那种 很潮湿 很黑 没有灯 一个非常长的 很少的灯 对 有点像生化危机 当时我 当时真的就跟生化危机 一模一样 很长的矿道 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 我们就 我们就开始探险 我们两个就 往那个矿道 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走 想着能不能出去 结果走到了 穿过很多机房 对 他们里面是那个 他们的配电室跟机电房 机房跟配电室 我们在那里面 其中穿梭 每个门都打开来看一看 看里面什么东西 最终 我们找到了出口 对 我们找到一个 没有保安的出口 对 如果下次 大家有 没有下次了 但是咱们还是 但是回忆 我觉得 真的很宝贵 我们最后还是没有出去 没敢出去 真的没有敢出去 咱们每个人倒是探头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外面 我们在那个门口感受了一下外面的空气 新鲜空气 对 哇 当时那个心又痛痛痛跳得飞快 对 哇 没想到那个时候还能探险 对 我觉得很亮 这个记忆我也是会一直记 还有一天教你写字 嗯 对 教我写字 写字师傅写字老师 我给他买 后来还有给他买字帖 我买的行书的字帖 对 当然 现在开始练行书了 行书啊 回去检查一下 好 有进步 真的有进步 真的吗 之前练正凯 然后后面 正凯写的太慢了 每次比较好的 就练行书 哇 突飞猛进 还下象棋 还下象棋 对对对 我们俩每天下象棋 吓不过他 就是黄坤我下象棋是真的服他 每次都把我杀的 哎呀 我们俩就很像那种公园老大爷 我们俩穿睡衣 特别荣耀的那个花 你那个花蝴蝶 那样的那个 红色的一个 那个 花睡衣 对对对 我们俩就坐在那个宿舍门口 然后旁边经常会围着一圈人 一圈人在那关起 他们都在那直指点点 然后我们俩就像公园老大爷 还是被你杀翻了 对对对对 还是你厉害一点 哇这些回忆真的是很珍贵 很珍贵 嗯 你希望外界给你什么标签吗 如果可以 你希望大家把你想象成鱼吗 外界我其实标签这个问题 我不太希望有一个音乐标签 想象成鱼的话 我觉得大家开心就好了 大家喜欢叫什么都行 我喜欢把你 我以后就叫你鱼哥 我都是一直叫你鱼哥的 鲁坤 鱼哥很老 鱼哥这个是一个 咱俩很亲 亲亲 关系很好 咱俩很亲 所以我叫你鱼哥鱼哥 也是对你才华上的一个肯定 鱼哥 好行 鱼哥 鱼哥 除了我还有人叫你鱼哥吗 没有啊 这名字就是你们取的 OK 那就行 别人谁叫你说不行 这是我好朋友荣耀的专属称号 好 鱼哥 你会把周围的人形容成动物吗 很少吧 唯一的一个就是 是我吗 鸦鸦 鸦鸦 哦 刘章 是吗 可以啊 不要不要鸦鸦 因为他的嗓音吗 喂 有点像 吧 哈哈 没有没有 你好坏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叫他 但是我就觉得很搞笑很好玩 所以我直接开始叫 嗯 对 然后他每次每次的反应也很好玩 我也是 他是什么反应 学一下 学习 哦 一下脑子里有画面了 是吧 突然有画面了 我一下能想象到AK的那个样子 学不来 学不来 嗯 嗯 那歪个楼啊 嗯 我在你心目中是什么位置 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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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位置 就像我一直在引力说的 我不变的啊 我真诚的啊 就是排名第二的好朋友 对吧 我在引力也是这么说了吧 是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答案 马上都快半年时间了 是不是得更改更改呢 这个 什么时候能从第二变成第一呢 就看你表现哦 看我表现 好 那剩下的时间 交给时间吧 交给时间 我好好表现 嗯 你好好评价 下次我要再问你的时候 如果还是第二啊 会怎么样 那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也会变成第二 原来我现在是第一啊 我不知道 最好是哦 要骗我 我之前就跟你说的是啊 但是我是挺端水的啊 我说我第一排了好多人 哈哈哈哈 你好多个第一 第一名排了好多人 就是你让我去排个第一第二 说实话 嗯 你把排第一的人倒是挺开心 谁要排到第二 有点不爽 哈哈哈哈 但是有很多个第一也不太爽吧 那不一样 至少他们都是第一也不知道谁 像我有一天突然找你玩 突然发现诶 荣耀人呢 就因为我一直都去你的 我是想去你的寝室 对不对 套在你的寝室 有一天去你的寝室 发现你不见了 然后问你一声 你去阿克朱莉的床上去吧 哈哈 那个是串寝 串寝 对啊 嗯 嗯 呃 那你觉得 咱俩的默契度说什么 默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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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测试一下 1到10 选个数字 321 321 6 哦 真的假的 你故意的 我不是 没排练过吧 没排练过 这个真没这个真没排练过 这1到10 默契第一名 我想的什么 66顺啊 所以 你这个 我不知道我就 你这个说实话 突然选一个数字 我本来想让你打个分的 就是 0到100分 你打个分 就是我想拿个几个分 就不错了 没想到你突然给我整一个1到10 默契满分 好 咱们有这样的默契 咱们来做个游戏吧 好吧 嗯 我这里有个游戏叫 一口同声 我跟你大概说一下游戏规则 就是 我会说几组词汇 就比如说 甜的 或是咸的 我说321 咱俩同时回答 然后 看看选的答案 一个一样 好 就是 第一个 晴天跟雨天 321 晴天 继续 嗯 他这个说是 一共有10个问题 10个问题 默契回答8个问题即可 通过默契可 你觉得你有没有信心通过8个问题 通过8个问题 对只能错两个 没有 没有 我觉得我蛮有信心的 真的吗 试一下继续啊 这后面的题库我大概看一下 啊 第二个 第二个我先想想我 你先想一下咱们的321回答 火锅或者烤肉 想好了没 321 烤肉 哎呀 我知道你会说火锅 因为 我猜到你会说火锅 但是我是 我知道 我知道你喜欢吃烤肉 但是我 我以为你会迁就我 好 好 那下一题我来迁就你的 下下一题你来迁就我 好 因为因为我是 我知道你肯定知道的 因为我跟你说过 好 来 好 这个就不用迁就了 我觉得 猫咪还是狗狗 321 猫咪 下一个 宅家还是出去浪 刚刚说我迁就你 对不对 321 宅家 你在说什么 你宅家 我这么宅的一个人 除了就是出去上课 我都不出去 你都不要乱说啊 哈哈哈 快快 哎 大家好像 嗯 而且这个说的是我迁就你 我知道你是很宅的一个人 我迁就你 刚刚这次说的是 那 咱们就这样 反正错了吧 已经错了两个了 已经错了两个了 嗯 哇 那就难了呀 这后面还有好多呀 拿铁还是美式 321 美式 好继续 凡步鞋还是马丁靴 321 凡步鞋 这个很简单 吉他还是钢琴 321 吉他 哦 下一个这个 感觉有点避错题啊 长发还是短发 这样吧 你成就我 好 321 长发 大哥 跟我一下 啊 你这是 嗯 我们好像缘分就到此为止 我知道这个你是故意的 不过从我认识你开始 咱们刚见面开始 第一面开始 咱们现在也认识你 我们好像快一年时间了吧 你见过我头发超过三厘米吗 哈哈 不是 这个问题不应该是 喜欢的 哦 我不知道啊 哦 题目理解问题 再一遍再一遍再一遍 等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 那我按哪种啊 我试试 我个人喜欢长发还是短发 按自己的吧 好 321短发 好 好继续 问题 他不严谨 有奇异 那好 下一个这样 他下一个也有点奇 这小 哈哈 我这样在作弊吗 嗯 这个我签记 不做这个不是作弊 这个是咱们待吧 确认 对 确认这个题目 确认清楚再去回答他 对 小奶狗还是小狼狗 嗯 就说 自己吧 好吧 这题我觉得我完全能知道你的答案 我就迁就一下 好 321小奶狗 嗯 最后一个最后一题 咱们现在一共错了两道题 如果最后一道题咱们通过了就是 就是什么 完美 啊就是 默契值满分 就通过了 对 如果这道题错了 那就没关系 咱们再重新回答一下这道题 今天这个挑战必须通过 要不然都对不起我刚才1到10随便喊的 要不然都为面子啊 对啊 10分之一的感觉 嗯好 那就 休闲宅男装 精致男明星 像我们 啊 321 精致 啊 321 精致 321 精致男明星 好好好 嗯 就是 这个 导播室给我cue了一下 说 我们这个最后一题不算通过 等会我们要进行一个合唱惩罚 啊 咱们这个最后一题的确是 哎 不是 你有问题 你这个问题有问题呀 你刚才不是说了宅家吗 怎么又突然变成精致男明星了 不行你想 但是我 我就是 啊 精致男明星 好好好 呃 那这第二阶段的问题问文了 现实投票已经开启 点击屏幕右上角小图标 想看黄坤 哪种风格的表演 由你决定 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投票结果 解锁黄坤 特别表演 嗯 接下来 有请黄坤 给我们演唱下一首歌 游戏也完了 闲话也扯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回归今天的演唱会主题了 在这之前 我要提醒屏幕前的大家 还可以加入一平米演唱会的线上玩法 一起合唱吧 你的心愿 我来实现 来腾讯视频 一平米演唱会话题 与当期歌手 共同合拍一段歌曲 发布上传 你们的完美对唱 有机会获得重磅推荐哦 那我们就继续把时间交给黄坤 带来他的第三个舞台 我得了一种病叫驴 有请黄坤 嗯 有请黄坤 希望你医治我的身 不由己 不由己 快忘记了你和我自己 如果注定 某天会适应 某天会适应 我遇见 我注定 偏要记下你 转写你的姓名 尽管接近我全部力气 还不足失忆 就让大雨 就让大雨落在我的身边 就让大雨落在我的身边 雨水淋湿 是侧脸三面 为你倾斜 转身看你笑容 画面奇妙极限 但对你的眷恋是执念 如果注定 某天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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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身边 自磨变着你 不论清醒梦见 无论剑与不剑 把记忆模糊 到了间接 让大雨落在我的身边 雨水淋湿 侧脸三面 为你倾斜 转身看你笑容 画面奇妙极限 对你的眷恋是执念 无论剑与不剑 无论剑与不剑 我在你身边 绝不曾出现 就让大雨落在我的身边 谢谢 因为我们刚才的默契挑战 没有通过 所以说 我想跟你合唱一首歌曲 唱什么 就唱小岛吧 好吗 好 你还记得 那我们一起用这个吧 好呀 我拿着吧 好吧 第一句是什么 第一句是什么 想想 好久没唱这首歌 对我也觉得 就是我们再创造一些 在节目里写 在比赛中写 那我们编个前奏好吧 好 前奏 前奏 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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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作曲 李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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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起行当我们去冒险 直到尽头连着海岸线 直到尽头连着海岸线 听见 凉起种种动的语言 我确定不逃避 就在后座把遗憾留在雨季 我们要听海风熟醒着 不想再等 海偶会说深早安 在明天清晨 我们会听海风 追着梦 降落你身旁 才借一座属于 我们的小岛 我们会听海风熟醒着 不想再等 海偶会说深早安 在明天清晨 在明天清晨 我们会听海风 追着梦 降落你身旁 才借一座属于 我们的小岛 我们的小岛 追着梦 我们的小岛 还可以吗 没有排练过 的确是没有排练过 包括重复的副歌也没有排练过 好听 这首歌还是 还是这首歌最好听 好 现时投票已经开启 点击屏幕右上角小图标 想看黄坤哪种风格的表演 由你决定 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投票结果 解锁黄坤的特别表演 会有什么特别表演 嗯 这个我不知道 等会告诉你 等会告诉你 肯定是一个特别棒的特别表演 好 嗯 就是在节目刚开始 你唱的那首 躲在被窝里呼吸那首歌 这首歌创作于2020年的5月份 是来北京的前夜里 在被窝里写下的歌 是吗 对啊 哦那你可真闲的 躲在被窝里都写歌 你太刻苦了 好 接下来又有几个问题 想要采访一下你 好 好像也是有我不怎么知道的一些问题 特别好奇 想听听你怎么回答 认真回答 然后当时你来北京是做什么 嗯 就想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点 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吗 对 嗯 其实 我觉得我当时来北京 跟你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 可能你比我早一些来北京 但是我觉得 大多数来北京的一些人 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吗 对 其实也 嗯 就是 不想让自己后悔吧 因为我觉得 在 这样的年纪 就应该做一些 不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对 就是 如果不去尝试 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 但是如果你做一些改变和一些尝试 说不定 你的梦想就实现了 就是那么神奇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我跟你来北京的 应该是想法是一样的 嗯 听你这个回答 我也很能感动 深受 为什么躲在被窝里写出来这首歌 嗯 嗯 接下来这一年 有想到能发生这么多变化吗 嗯 其实我觉得我的变化没有变 没有特别多 就是觉得 因为我的状态跟之前其实差不多 还是在一边 嗯 做音乐 然后一边工作 但是我觉得 最大的改变就是 多了一些好朋友 嗯 多了一些 嗯 喜欢我的人 在支持我 站在我的身边 永远保持热爱 充满动力 充满干劲 是吗 对 就让我感觉到我不是一个人 所以其实我很多现在 写歌的时候 都会希望说 换成是我来给大家能量 对 因为 因为这些喜欢我的人 其实带给我很多支持和能量 对 说实话 嗯 作为你的朋友 我是 接收到你的很多能量的 虽然 咱俩作为朋友关系 我是一个发出信号发出者 你是一个接收者 但是在 能量传递这方面 我觉得 从你的作品 从你的那股 内在的那股劲 还有从你的一些 想表达的东西 传递给我的感受就是 哇 黄坤这人写出来的 黄坤这人写出来的作品 充满能量 就是我听了之后 我也想去 哇 我也写些歌 我也想写出来一首 能跟黄坤那种 有个人独特风格 媲美的一首歌曲 你是带给我很多动力的 说实话 是的 嗯 你也是更加坚定了 我在音乐上的梦想 也是 其实在我心里 你不只是一个好朋友 你也是我的写字老师 也是我的音乐老师 梁诗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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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词用得非常好 希望我们的友情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嗯 希望我们的友情 这还要讲吗 必须的必 对啊 必须的必 当初 当初写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哪里的 就来源于我那个状态 对 因为其实当时 对于一个 就是一个人要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的我来说 我其实非常 嗯 紧张 非常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我充满了疑惑 对 所以 然后那天窗外面就下着下着雨 因为杭州的杭州的五月它是雨季 就经常是英语里面的 对 然后我就躺在我的床上 就一直睡不着 所以就在被窝里写下这首歌 它好像 它这首歌就好像在跟别人在对话一样 它副歌每个副歌的每句都是一个问题 其实那些问题 其实是在跟我自己对话 对 其实我发现 你写歌就相当于 你自己是一台录像机一样 你把你自己所经历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 想说的话 全部都放到你的作品 放到你的歌里面 然后 完成了一首歌曲 这种这种歌曲 我觉得写出来是最具有情感 最真实的 因为都是你自己经历过的东西 这是我非常羡慕你的一点 就是你把你一些小小的碎片小小的经历 包括你观察路边的猫和狗啊 你趴在窗户上看外面的风景啊天气啊 你都会去记录它 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最真实的 而且对于我 我的性格来说 我可能不会就是遇到什么事情 就马上就 喂 我今天干嘛干嘛就跟别人分享 那我可能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记录方式 哇 你这个记录方式可太高级了 全部都写到作品 还有就是我记性特别差 我记性真的很差 我从小文科就非常不好 对 然后理科就特别好 所以我不想忘记 就生活里面这些 我不想忘记的事情 对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记录下来 我觉得很有意义 然后 我每次写完 其实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就写完一首歌的时候 会有一种非常舒畅的感觉 会非常放松非常爽 对 感觉把脑子里记录的一些事情 一些回忆 写到了一个 记录到了一个备忘录里面 就写的时候 写歌 在创作的过程中 我的感觉一般都是会比较 嗯 有点像在解剖自己的感觉 就是在 很 就是会很 可能会有点猙獰 不知道用这词 准不准确 就是我会 把自己钻到 钻到一个角落 然后把自己挤压 然后出来一个 等到真的完成它那一瞬间 就又有一种舒适感 又一下舒展开的感觉 其实我自己写作品的时候也会 就是我看到我那首作品的 一段 听到一段旋律或者是一句歌词 我都能清晰的记住 当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当时外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 鼻子里闻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这就是可能写歌的 就像克鲁基一样 等你再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 一瞬间就会把你拉回到当时的情景 对吧 对 所以说 还是少写一点悲伤的歌 不然 本来一件悲伤的事情 被你完美的记录下来了 就是一首好听的歌 你看一看一唱那首歌又 又想起了 所以你就可以用快乐的方式来讲述悲伤的故事 对吧 对 这就是我想说的 你把你那件七夕的 就是秦云姐那个写成的一首歌 以一个快乐的方式去记录了它 就是听上去 其实是件悲伤的事情 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俏皮欢快 这就是我特别羡慕你的一点 就是很厉害 你也可以了 是吗 好 多向你学习 多向你学习 就是还有就是这首歌的 偏后部分有很多混杂在一起的人声 就在很多听众 听众的耳朵里呢 是一个彩蛋一样的存在 你知道吗 的确是 其实在我的耳朵里我也觉得 哇 好多回忆全是彩蛋 因为很多我都能get到 我也知道那个梗 都是 那我考虑你啊 你都知道里面的有谁吗 哎 我听就我听到 因为那首歌 诶这样吧 我想 让工作人员给我一下我的手机 我想 让你猜一猜 现场 你给我听那个干身的声源 让我听猜他是谁吗 就首 首次 首次 这首歌的一个 初创人 人员团队大揭秘 然后已经大家都讲了什么 因为我听到那首歌的后半部分的时候 我听到那首歌后半部分的时候 我是听到了很多声音的 那些声音其实不仔细听 就是不知道一些 一些事情不知道一些梗的 那个听众朋友们 可能是不知道是谁的声音 然后现在呢 黄坤就把他 那个 直接 我来放哈 单身 你看看 你就对着这个麦就放一下 让听众朋友们也听一听 好 第一个 开心一点 不要管那么多了 是不是很耳熟 何振郁 开心一点 是吧 何振郁 对 很阳光 没有难度好吧 任何难度都没有 很阳光 Supermodel 什么时候帮我写一首歌呀 什么时候帮我写一首歌呀 这是跟鱼哥吗 对 小鱼 小鱼哥 鱼对 跟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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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下面一个 因为我没有让大家全部说加油鼓励的话 因为 我觉得 那样会很无聊 而且很多时候让我 因为我记忆的都是一些对我很有意义的话 我觉得有的时候好朋友们就是会跟你讲一些你的不足的地方 然后我会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会把它记住下来 因为他们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 接下来会分享一些可能不是那么正能量的话 嗯 年纪那么大了 是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了 猜谁 您 我知道了 嗯 这个起跑银一听 是录定号吗 哇 你很厉害啊 你这都猜得出来 开玩笑 曾经也是跟他一起 下一个 再一次 祝你心向事成 这个有点难 这个金枪 祝你心向事成 他普通话很标准 祝你心向事成 祝你心向事成 这个是鱼羊吗 都合鱼吗 3 2 祝你心向事成 他经常说这个呀 嘴边嘴边嘴边 他经常说这个 应该不是 是谁啊 揭秘吧 跟张家元玩的很好 张肯 啊 对 哦 是吧 就是他经常说这个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 祝你心向事成 什么呀 这是什么扯淡的歌名啊 这个我不知道 这是谁 不知道谁啊 这个不知道谁 这么尊重人 这个人怎么这么刻薄啊 真实 哎 一个歌名 我得了一种病叫鱼 这么好的一个歌名 躲在被窝里呼吸 就是了 也不知道是谁 不猜了不猜了 那个人是谁啊 不想知道 我再给你找啊 哈哈 这个搞好玩了 再来两个好不好 好 再来两个 要跟兄弟和我们一起站上顶峰哦 这个太好猜了 要跟兄弟和我们一起站上顶峰哦 Cup 这很将 好继续 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他是一个 对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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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刚说到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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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能有正面的 可能有负面的 但是我都想把他们记录彩蛋 因为他们都是影响过我的话 还有人 所以我们把大家都邀请到这首歌来 我觉得这个彩蛋 其实这首歌的彩蛋 我觉得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想法 在今天你把它 单身一条一条放出来 揭秘过之后 我觉得才是完美的圆了这个彩蛋 对 今天真的是 因为 因为它声音有很多 其实我没有办法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到 因为当声音堆积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会有 如果你要让一个声音出来 另外一个声音就必须削弱它 在它的声场上做一些设计 所以其实很多声音是藏在下面 大家并不知道的 所以我相信 就是在听到这首歌的很多听众们 很好奇 那后面的彩蛋都是些谁的声音 其实我听完我也很好奇 我看评论区很多人就在猜 啊是谁是谁是谁 这个是谁 有猜对 有猜错了 对 可能我知道有哪些人去录了这些声音 我也知道可能我自己的声音会在里面 但是好想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然后最好听的 对 就是 就是声音真的很好听 让我觉得最好听的是上元最后说的一句话 他说的什么呀 就是说的是 设计语语 翻译过来是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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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想想啊 怎么说来着 我找他给你听啊 好 就是我们是一辈子朋友这句话吗 你不要 如果是这种话你就不要放出来 放出来 不是 不是 吃醋了 最好 算了 我们下回再揭秘吧 好 下回揭秘 好 上元的声音其实很明显 在他最后一句 在最后一句 吃醋了 啊啊啊 哈哈哈 嗯就是 就是这些朋友 他们对于你就是 前进道路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 包括我哦 嗯 嗯 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我觉得是很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说就是 很珍贵的存在吧 就因为我觉得 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 会很孤单 然后如果有朋友在你身边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是一个人 哦 所以 我觉得在 在这个节目里接触到的 相处下来的友情 我都非常珍惜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 如果 如果 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存在 这个真是 不是一两句话 能说完的 真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帮助和一些 这题目太大了 又友情 对对但是 其实我觉得你把它浓缩精简成两个珍贵这两个字 我觉得也非常的合理 的确很珍贵 的确很好 因为这些都是珍贵的回忆 而且我相信 就是在节目里相处到友谊 所以不管以后大家可能多久没有联系 因为工作和因为地域问题 但再见面的时候也不会生疏 对不会忘记从前的那些 从前的那些一起经历过的事情 嗯 我之前看到你微博有发布联合巡演的计划 就是昨天是在上海进行了一场演出吗 对 昨天是 上海是第一站 第一站 那第二站是 第二站是 第二站是 北 北京 对 对 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 明天开票 明天中午12点啊 打个 打个广告 明天中午12点 呃 我们的巡演的北京站正式开票了 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大家支持一下 好我帮你一起打个广告 所以说你那个票 回头考虑一下 那个 不要 什么前排啊 大前排啊 什么 考虑考虑吧 考虑考虑啊 就是 给你做饭吃 好 确定了 上次 上次 上次不就说好了吗 上次一顿饭 那这次得两顿 你这 你这不行 你这耍赖又加了一顿 那票 演唱会 对 一天三顿饭呢 怎么样能凑齐三顿饭吧 可以 再来一顿 我要减纸 我要减纸餐 减纸的一点是吧 对 少油一点 少油少碳水 不错 还有自觉 很自觉 很自觉 就是感觉这种巡演的形式是什么样的 怎么觉得形式怎么样 呃 这个巡演其实是 其实是就是我在下节目之后 突然有一天我觉得 嗯 好像创造你的生活就像 就像一场梦一样 大家梦醒了又回到了原来的现实生活中 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个舞台 就像一场梦境过去了 所以我就 啊 因为你 因为你现在在拍戏嘛 对吧 所以我就找了另外两个音乐人 就是我们 我们节目里的 余杨和余杨 我看到了 所以我就说要不我们一起开一场演唱会 然后题目就叫假如有一场演唱会 对 我觉得很有意义 想法很好 一定要去看 我一定会去看的 可以 北京我一定给你足够的支持 我在台下跟着你一起唱 刚才你在上面唱歌的时候 我就在台下跟着你一起唱 是吗 嗯 我没听到 那巡演的时候你要让我听到 好 大型唱 好 火拨喉咙那种 可以 超大声的唱 说好了 但是这个 嗓音条件是 我是要保护嗓子 我现在唱歌 所以说这个如果 位置不够靠前的话 可能 我唱在大声你也听不见 就看那顿饭到底多好吃 哦 意思就是 饭不行 你还是得自己去想办法把嗓门提高 那你听到 就几个菜了 然后 好不好吃了 好 那个接下来的几场演出 还会有什么别的新的尝试吗 嗯 我觉得这个就留到现场 等大家来现场了以后 大家来揭秘好吧 对我也觉得就是 有点小惊喜的感觉 对我想留个小悬殿给大家 就是会有咯 当然啊 嗯 等会偷偷告诉我一下 好 不行算了算了我也要 等你来 对我也要惊喜 你就知道了 你这么一说惊喜 要不然你那个下手新歌 那个什么轻摇滚那个 要不代摸我不听了吧 到时候也跟大家一起同一时间惊喜 别自己提前惊喜过了 再听到就没有新鲜感了 可以可以 虽然我昨天已经唱过了 啊 昨天学院也唱过 是全球首唱 对啊 北京战事 那你就发给我听听吧 北京战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上线了 好好好 到时候很期待你的新鲜感 下一站 很期待你的评价 好肯定给你 中心的评价 真实的评价 真实的评价 因为我第一次尝试这样 就是可能比较律动的风格 对 所以 很有律动 对 因为我其实我的律动 我觉得我自己唱歌的律动是 不够好的 对 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些突破 这样子 nice 呃 昆昆在前不久 八月份又出了一首新曲 名字叫做夏季 对吗 对 嗯 我本人特别喜欢这首歌 给人的感觉啊 从旋律到歌词 都十分的纯粹和美好 感觉把人一秒钟拉回了 那个被校服啊 汉庆施的那种学生时代 青春感满满 就是打盹啊 被上课林吵醒 然后就是 与初恋那种渴望盛夏的感觉 一下子让我回到了那种 校园时代的感觉 这首歌写的也是非常好听 就是你为什么想要 在离开校园这么久之后 再去唱一首如此富有青春气息的歌呢 嗯 我觉得 首先我觉得 因为是夏天嘛 我们 我 我们在出来之后 是一个夏天 然后我们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是在 刚刚夏天的时候 春天的末尾 所以他 这首歌的歌词 其实 第一下就打动了我 就是 始于初夏的第一眼激动 嗯嗯嗯嗯 对 因为我觉得 我跟大家有这样的联系 是在这个时间点 所以我也想 用这样一首歌 让大家喜欢这样子 那能不能谈一谈 就是有什么校园回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校园回忆 然后咱们围坐在一起 说出自己 是不是说出自己 学生时代最害羞的事情 记得有这一幕吧 不记得了 什么事啊 你 我记得 我都记得 好像是有这么一幕 我当时 Andy还说错 翻译失误 讲对话给他翻译失误 他还说错了 啊 然后就围坐在一起去 因为是 让我们找到那首歌的感觉嘛 啊 找到那首歌的感觉去 记得有没有 我当时说的好像是 就是我有个校园回忆 也是挺难忘的 给你分享一下 给你回忆 帮你回忆一下 我当时说的是 就是上学放学 总会有一个女生 嗯 最后 其实我们 也从来没有说过话 但是每次放学上学的路上 都是一起走的 渐渐的就养成了一种习惯 就是每次放学 就是我每次 其实也不跟他说话 也不跟他怎么样 我也不认识他 但是呢 只是那段路程 就有他在旁边走 我才觉得 因为次数多了 就习惯了嘛 就没有他 我就觉得很奇怪 有时候我会在那等一下 可能就是为了等到他 从那条路走出来 然后我们一起走到学校去 其实这个东西 还有画面感 我觉得你可以写一首歌 对 其实我现在脑子也都很有 到我到现在都不认识他是谁 但是 只是那段时间 他陪我走 放上学放学 走过了很多的路 所以我经常能碰到他 他就是我家隔壁楼的一个女生吧 可能是 我们在同一所学校 也不知道他是 又高年级还是低年级的 初中的事情啊 就是很有很有记忆 嗯 我当时说的这么一件事情 记不记得 然后我当时就是 好想起来了 对 我当时说完这个我就觉得啊 我终于找到这首歌 我们要找 我们在一公的时候对不对 对 要找到我欢喜喜欢你的时候那种 那种感觉 那种喜欢的感觉 那你的学生时代有成为歌手 为了成为歌手去做过一些什么努力吗 记得啊 在学生时代 学生时代 学生时代 我觉得我最坚持的就是学吉他吧 从初一开始一直特别 就是我小时候学各种各样的东西 到最后都放弃了 但是就学音乐这件事情 是我一直坚持到 一直在课外 就是在课外 就是一直坚持着 一直坚持到 从初一开始坚持到大学 我都还在 一直在弹琴 对 然后 跟可能跟大家一样 就学生时代也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 校园歌手比赛 也是非常有 非常多的回忆 会为了一首歌 怎么样拿第一名 然后 一直在 一直在无方 一直在练习这样子 那再问你一个就是 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如果你能穿越回到那些 你会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些什么话呢 说些什么话 哦 说这个话可以 就是不规定你说多少话 但是一定要 一下能把当时自己劝动的那种话 嗯 好好写歌 你以后的歌不会只有你自己听 嗯 我觉得我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因为我在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 我觉得 我真正开始创作是在 大四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已经非常晚了 如果我觉得我早一点 开始学习创作 把这些 我这些经历给记录下来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会 有更多 更好的回忆 更好的作品 回忆和这样的作品留下来 对 这个我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所以 我想 就是想跟 跟那时候自己说勇敢一点 去 不要犹豫 不要彷徨 去做几想做事就好了 我觉得 那如果是你呢 如果是我 怎么被反问了 就是我如果穿越回去吗 嗯 好好 就是我因为当时 学乐器的时候 是很被动 就是我的爸爸 是一直逼迫我去学 我可能会劝说我自己就是 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些都 我学的这么一些乐器呀 吉他呀 钢琴呀 还有从小学的萨克斯呀 可能对我未来有这么大的帮助 嗯 我会 以我当时的我能听懂的方式 告诉他 这些东西 就是我自己给我自己说 我自己我就不相信 我过去的自己 不会听我未来的自己的话 嗯 我会说 好好学 认真学 如果 我是我是未来的你 如果我 我在未来 我就会想 如果我过去有 更加多么多么的努力 多么听我爸爸妈妈的话 去 刻苦的练这个乐器 我今天可以获得更多的收获 对 我觉得努力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嗯 对 如果你付出加倍努力 你不一定能获得加倍的收获 但是如果你不做加倍努力 你肯定获得不了加倍的收获 嗯 虽然我们已经不能穿越回过去 只是当做一个话题来聊一聊 还是要放眼未来 多想想未来 多计划 规划未来 就是未来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 我刚刚突然想 因为你提到我妈妈 爸爸妈妈 我觉得如果我 对我当时的自己 会说一句话 就是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因为我以前呢 我是没有离开家 或是刚进入大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是终于逃脱了家庭的一种束缚 我很开心 然后我在外面就真的不会想家 然后真的还想家就是来北京以后 嗯 大学的时候的我就是 也不会给家里 没有 基本也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 然后我现在其实挺后悔的 因为越长大 越能理解爸妈妈的 嗯 对 苦心 以前他们不太支持我做音乐 所以我 其实 我非常 我对他们 其实 是挺冷漠的 我不愿意去跟他们有更多的表达 因为我觉得他们不懂我 但是 越长大以后才越来发现 他们其实 是有他们的 苦衷 考虑 他们有他们他们 他们正在他们的年纪 他们的阅历 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 我们需要去理解他们 然后要去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 对 好收到 我是过去 听到了没有 我是过去的黄坤 我收到了黄坤的信息 好还是 大家还是要放眼未来啊 为自己的未来 努把力加油 然后 我们今天的一平米演唱会 也将伴随着这首歌 进入尾声了 少年 灌风的球衣 叮咚叮咚的夏克林 自习客上总睡不醒 哪一幕是你的专属回忆呢 这里是一平方米演唱会 一平米你真行 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关注 一平米演唱会 更多歌手的独家内容在这里等你 好了 既然氛围已经轰到这里了 在刚才的现实投票中 大部分的网友都选择了自己想要的风格 接下来 我们为大家解锁黄坤的特别表演 我们请拜托坤坤用歌声 带我们从这个微凉的秋天 穿越回那个闷热激动的盛夏吧 有请黄坤带来这首美妙的歌曲 夏季 夏季 是雨初下的第一眼忌妒 少年冠风的秋衣是青春的缩影 那是最喜欢的旋律是下颗影 书对和脑袋起屏老实叫不醒 年少的我们都不远行的梦境 那年那天的那部电影却没关系 是什么剧情 正好对上你的眼睛 心和灿热都在你某种倒影 夏夜的激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 分你一半而几座全部的心动 可懂一阵风 懂一片夜空和你紧紧相拥 夏夜的激动听见你心跳崩崩 分我一半总为交换鼻子笑容 飘不完的天对上你双眼 多少年依然纪念 小年冠风的秋衣是青春的缩影 那是最喜欢的旋律是下颗影 书堆和脑袋起屏老实叫不醒 年少的我们都不远行的梦境 那年那天的那部电影 却没关系是什么剧情 正好对上你的眼睛 心和灿热都在你某种造影 夏夜的激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 分你一半而几座全部的心动 可懂一阵风 懂一片夜空和你紧紧相拥 夏夜的激动听见你心跳崩崩 分我一半总为交换鼻子笑容 飘不完的天对上你双眼 多少年依然纪念 夏夜的激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 分你一半而几何全部的心动 可懂一阵风 懂一片夜空和你紧紧相拥 夏夜的激动听见你心跳崩崩 分我一半总为交换鼻子笑容 飘不完的天对上你双眼 多少年依然纪念 我一半不ь 分我一半颜不开 我们在一起 分我一半 我一半都要嘭 以忽然纪念 跟佛锐子笑容 减少年依然纪念 我一半都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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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